今天來到尖沙咀吃一輪火鍋 除了尖沙咀外,白鍋臭鍋在銅鑼灣都有分店 本身上網我看到有迷你鍋優惠 我亦去他們的Facebook專頁查詢 當時我得到的回覆是還有這個優惠 但到現場店員跟我說已經沒有了 前後不是相差很久,可能一個星期左右 所以深層有一點落差,不能吃這個迷你鍋 餐廳環境也很不錯,坐得很舒服 桌子也很乾淨,不會黏黏黏的 有9款的一人鍋可以選擇 88元一份,包了火鍋,飯或粉絲和飲品 另外需要加一收費 所以總共是97元一份 每台它都有給到一份醬料 它有它推薦的完美比例 但我們覺得跟著的話可能會很鹹 不是適合我們的配方 我們最後的配搭應該是 1.5 1.5 2 我喜歡吃蒜 但我們這樣調都已經比較鹹了 對我們來說 嗯 我們選了招牌臭臭鍋和番茄白糰鍋 臭臭鍋可以選辣度 有不辣,小辣,中辣和大辣 我們選了不辣的 臭臭鍋來到的時候,其實不是很聞到它的臭味 反而煮滾了之後 就會有輕微像豬大腸的味道 不會覺得很難接受 是,其實餐廳也沒有充足這種味 看吧,湯很清淡 但其實它的味道很濃郁 是很難形容它的味道 有很多種材料的甜味 大約有4小塊臭豆腐 丹麥臭豆腐真的挺臭 謝謝你 是不是 因為我們平時吃臭豆腐不是炸了嗎 嗯 它就是沒了炸的,但只有裡面的豆腐 我覺得臭豆腐這件事真的很奇妙 我雖然沒覺得吃臭豆腐是香 但是又會覺得也挺有風味 是挺特別的 豬血糕是偏軟一點 不是很嚴硬 而豬大腸是非常軟 又老得很入味 豬肉片的份量也挺多 但是我覺得肉質就稍微硬了一點 我也覺得 鍋裡面還有 豬紅,沙巴,金槍蛋,明門卷,炸枝竹,金菇,番茄,娃娃菜,韭菜,炸菜絲和貢丸 真的超多東西 不知道以前已經沒有了那個米利鍋 是不是都是放那麼多東西 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 可能它每一樣東西只放一粒 因為這個起碼也有兩三粒 雖然每樣的份量也只有一點 但吃起來也很豐富 嗯,不會有很悶很膩的感覺 這麼軟也很彈牙 吃到裡面有些菇 是比較貴的軟 而炸菜的味道已經放在湯裡 但我這樣也挺喜歡的 因為我本身就不太想吃很鹹的炸菜 現在這樣吃口感剛剛好 不過原來火鍋裡面本身就有包到一些粉絲 嗯,有一炸仔 煮完很有味,口感也不錯 而番茄湯底是酸中帶甜 味道也是很濃郁的 除了豆干之外 其實大部份的材料都非常入到它的番茄味 這一份的材料跟臭臭鍋有一點不同 有八豚肉,冬豆腐,明門卷,炸脂粥,娃娃菜,金菇,蓮藕,番茄,香菇等等 和刷牌上面有一點點分別的是我找不到淮山和木耳 但其實它刷牌下面有很小的字寫著 是有機會變化的 哎呀呀呀呀 哈哈哈哈 它...好奸 但整體感覺我覺得沒有臭臭鍋的份那麼豐富 可能因為材料不是很特別 豬肉片一樣是偏硬 但因為它一直煮著我覺得都算OK 所以其實這樣算的話應該不要選牛肉 因為豬肉已經是OK的 它還有什麼肉的? 好像有羊肉 有 冬豆腐一般 本身我豆腐已經帶點酸味 我特別喜歡吃蓮藕和粟米 它的蓮藕口感很爽脆 而粟米超級甜 真的很甜,煮了這麼久都更甜 兩份鍋都配到不少蔬菜 我們又喜歡食材所以都很喜歡 火鍋的燃料設好 煮到差不多就會自己關火 對我們來說都適合常吃 都很方便 煮食也可以加7元鑽肉飯或烏冬 如果你是不想吃這麼多飯的話 不要加不要加 哈哈哈哈 因為一個人吃完鍋再吃這碗滷肉飯都很飽 真的很大碗 滷肉是一塊塊的種 都挺入味 而且當然煮得很軟 不會吃到很肥膩的那種肥膏口感 不用加錢的飲品可以選擇 凍末香綠茶或泡沫紅茶 如果想轉其他飲品的話 可以加7元轉餐牌30元以下的飲品 我覺得火鍋配茶也不錯 很解渴 兩杯都不甜 是真的偏苦的 但我們又覺得挺好喝 總結異言 明明看上去不是很大份 但吃下吃下都覺得自己吃了很多東西 嗯 看別人覺得很細 對 你看過去旁邊會覺得那個鍋好像真的很細 不知道來到的時候好像兩個頭那麼大 我覺得沒試過臭臭鍋 又不怕吃臭豆腐的話都可以一試 感覺是挺特別的 我是一個很英俊的黃絲 有很多的嗎 有很多的嗎 有很多 要不需要我載你們去哪裡 也好啊 我們要走多遠的 黃絲啊 那麻煩你 我最愛吃臭豆腐的 唉唷 要自己走 不要緊 反正我們吃到這麼飽 也是的 那走吧 齊齊窩可以選擇辣度 有五辣 小辣 中辣 製大和 大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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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了招牌臭臭鍋和番茄白糰 為幹嘛 我覺得這個白糰 我們選了招牌臭鍋和招牌 我們選了招牌臭鍋和番茄白糰 為什麼是番茄白糰 他們啊 一直搲 我們選擇了招牌臭菜鍋和番茄白糰鍋 不行啊 我在那裡太緊張了 謝謝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有關這條影片的資料可以在下面的報告找到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叫旁邊的鈕 拜拜